- 震撼,一人敵因之子,金船因涉及恐攻威脅, 而被美國警方逮捕。 審理後獲得交保,警方說明案情,孫告訴同學說, 同學不當真是玩笑,立刻向校方通報,警方介入調查, 發現他在網路上有許多軍事槍械的聽聞,甚至還有使用自製噴火槍的畫面。 最讓警方心驚的是,他似乎要採取行動了。 警方表示,村承認說過他要射擊學校,不過這是開玩笑。 迪因接受苹果独家专访表示 这纯粹是小男生开玩笑的嘴炮 此外根据三天新闻报导 他也澄清那些被警察找到的枪械弹药 只是万圣节道具